奥运女运动员走光的十大瞬间 第一名裙子开裂体验飞溅 春光乍现却依然完成比赛 动作幅度之大令人咋舍 奥运作为世界运动界的最高赛事 每一个顶尖运动员 都为了在这上面取得好成绩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在比赛途中 不仅会有精彩的对抗 也会有一些尴尬的瞬间 这些瞬间被称为奥运走光 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今天大郎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奥运史上十大走光的尴尬瞬间 第十名美国女足被北韩女足扒掉裤子 放眼世界足坛 进球后脱衣庆祝的动作比比皆是 即使后来国际足总明文规定 脱衣动作会得黄牌警告 但很多球星在进球后还是难掩激动 情不自禁的脱衣庆祝 而作为世界足坛重要一部分的女足 自然也未能独立事外 在1999年的女足世界杯决赛 美国女足透过点球大战击败中国 为美国队打进最后一球的左后卫 查斯汀兴奋难忍 直接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疯狂庆祝 查斯汀一脱成名 也开启了女足脱衣庆祝的先河 但那都是自己脱衣 下面这位是被人脱掉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在7月31日的足球赛小组赛中 美国队球员切尼 在与北韩队球员轻抢时 不慎被拉下短裤 当日在伦敦奥运女子足球小组 赛季组最后一轮比赛中 美国队以1比0击败北韩队 但这一幕却被相机永久记录了下来 第九名 中国游泳选手朱孟慧 永一崩开 2016年北京时间 8月11日上午 李约奥运 女子100公尺自由式四强赛进行 17岁的中国选手朱孟慧 以53秒98 排在小组第五 总成绩第九 无缘决赛 在比赛开始之前 朱孟慧遭遇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她的泳衣崩开 直接导致她走光了 赛前拉泳衣的时候突然崩了 朱孟慧解释道 本来有时间换的 但是我看只有一点点 怕太急了 所以就没有换 尽管碰到了这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朱孟慧表示 自己并没有太多的顾虑 比赛的时候不会去想 这个没有太大影响 朱孟慧说道 虽然只有17岁 但首次参加奥运的朱孟慧 并不显得紧张 她在半决赛中 游出了54秒15的成绩 离自己的最好成绩非常接近 对这个成绩自己相对满意 第八名 西班牙水球选手水下漏点 水球是一项身体接触 非常激烈的运动 拉扯泳衣的现象很常见 有时甚至会出现女运动员露点 走光的尴尬画面 实在很黄很暴力 2016年里约奥运会 在西班牙和美国队的比赛中 美国队轻松击败了西班牙队 他们下一个对手将会是中国队 水球比赛中 球员拉拉扯扯的动作很多 当一名美国队球员 和一名西班牙队球员 纠缠了一段时间后 西班牙球员的泳衣被拉了开来 胸部走光 尴尬的是 当时 水下摄影机将这一幕完全拍了下来 观看这场比赛直播的人 都看到了这一幕 西班牙球员赶紧整理下衣服 事实上水球比赛中 多次有过这样的漏点事件发生 上届奥运 美国队和西班牙队比赛就有过 第七名 中国游泳选手臀部裂开 2009年罗马市锦赛 女子200公尺自由式准决赛 中国选手彭佳颖起跳后 发现 自己泳衣臀部突然裂开一条大口子 无奈走光 但中国队员庞佳颖依然坚持比赛 并且他勇一爆裂 游出的成绩却比之前提高不少 第六名 举重女将众目睽睽下小便失禁 12年伦敦奥运会 就这样一位举重女将 由于过于投入比赛 众目睽睽下居然小便失禁 这样的尴尬 也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 这名女选手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出名 那是一项停举比赛 看得出他情绪十分紧张 在尝试将杠铃从举动台提至肩膀处 之后就已经显得有点后劲不足了 但是出于对胜利的渴望和本能 他还是坚持尝试将杠铃往头上举 这个动作大概持续了五秒钟 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大叫住为自己打气 但面部表情却越来越痛苦 结果就在这短短几秒钟当中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他双脚之间突然有淋漓的水滴滴落 运动短裤上出现了可疑的浮水印 地板也迅速出现一小片水渍 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就在观众还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实 这位女选手选择了放弃比赛 她将杠铃丢在面前的地上 紧接住做了一个预盖弥彰的动作 那就是用运动鞋狠狠擦去地板上的水渍 在这一连串动作之间 大家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她在比赛过程当中 突然小便失禁了 如果没有最后 那湮灭罪证的动作 或许旁人还不会那么快发现 搞不好在她退场之后 会由下一个选手充当替死鬼 可是她的动作太明显了 而那滩水渍本身面积又不小 自然 这桩尴尬式 就这么赤裸裸地曝光在众人面前 而且还被摄影机全程拍摄了下来 第五名赛场遭遇尿失禁 被称为黄金女郎勒佩内克 出生于1987年 是一位天赋极高的运动员 在职场生涯中 曾经获得过许多荣誉 在2003年 德国斯图加特世界杯 或高低杠第一名 2003年 法国巴黎世界杯 或平衡目第三名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勒佩内克更是大放异彩 一举获得高低杠金牌 也就是因为这面金牌 勒佩内克成为了法国历史上 第一赢得 女子个人艺术体操 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同时也被国人称之为体操女神 不过 勒佩内克并不是因此 而被众人熟知的 她的走红 相较于生涯荣誉来说 简直是尴尬不已 那是在2005年 澳洲墨尔本举行的 第38届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上 不知是何原因 她突然遭遇尿失禁这一局势 当时勒佩内克正在做后空翻 突然甩出了一串晶莹的液体 而摄影师恰好拍下了这张照片 随着被广泛传播 成为网络点击率最高之一 这位冠军运动员也因此走红 被称为黄金女郎 不过 在翁尸玛胭脂飞服 原本不被人熟知的勒佩内克 也正因这张照片 从此在体操界彻底人气爆棚 虽然略有些尴尬 但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面对这样的情况 勒佩内克依旧 在卫国争光 第四名屁股当场爆裂 2010年 在瑞士圣莫里兹举办的雪橇市锦赛上 苏格兰雪橇女名将吉莲库克 在赛前做准备活动时 下蹲动作威猛 导致谨神比赛附在寒冷的空气中 不堪负荷 突然爆裂 这短暂而尴尬的一幕 被摄影机不偏不倚拍个正主 非常敬业的库克 似乎没有赛前发生的尴尬 小插曲所干扰 他和伙伴尼古拉米尼切洛 立刻投身到了比赛中 库克是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 该项目的夺金热门人物 2009年 他曾获得市锦赛冠军 第三名 蒙古柔道选手露出乳头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女子柔道48公斤级比赛 22岁的蒙古女选手 孟克巴特 早与阿根廷女选手巴雷托 两人展开紧张搏斗 结果在巴洛托 试图抱住孟克巴特 摔倒他的时候 手部伸进孟克巴特的比赛服 扯开了他的运动胸衣 结果造成孟克巴特尴尬露点 也许是这个小插曲 只得孟克巴特心神不宁 最后发挥不佳 败于巴雷托手下 只取得这项比赛的第七名 第二名 日本女将蕾斯短裙走光 2012年伦敦奥运会 日本女队参赛福以 林坚艳阳 英志月为主体形象 首次采用洋装式设计 分为红色和海军蓝两色 修身的剪裁 凸显出女性的柔美 但过短的裙子 使运动员频频露出底裤 当女队有望夺牌的 小良球美子和朝田领子 充当模特 身装短的不能再短的超短裙 惊艳登场时 一群体育记者 顿时眼前一亮 闪光灯不停地闪烁 即使是见过大场面的两位女主角 也不住低头四处查看 怕滋生意外 被记者们捕捉走光镜头 但实际上 走光镜头还是被捕捉到了不少 而在比赛中 由于动作幅度很大 走光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 第一名花华冠军裙子开裂 体液飞溅全身暴露 2018年平昌冬奥比赛现场 2010年冬季奥运冠军 加拿大名将瓦尔图莫伊尔 以83.67分 刷新了短舞蹈的世界纪录 名列第一 另一支队伍夺冠热门 法国选手帕帕达吉斯·西泽隆 出现小失误 排名第二 比赛中帕帕达吉斯裙子突然开裂 不幸走光 而走光的部位很大 再加上花华选手 基本上都是漏背的 这相当于 帕帕达吉斯整个上身裸露在外 在这次令人惊讶的突发事件中 男主角的表现获得了广泛赞许 的确 自己为国家夺取奥运金牌 是每个运动员的终极梦想 原本这对法国选手凭借助强劲的实力 是非常有希望摘冠的 他们曾经连续获得2015和2016 两届是锦赛的冠军 在本场比赛中 因为帕帕达吉斯比赛中 衣服意外开裂 他的男扮西泽隆 体现了很好的绅士风度 不断地帮他调整衣服 避免他更多的走光 虽然没有拿下这个冠军 但金发美女帕帕达吉斯 肯定会为有这样一个好搭档 感到欣慰的 其实尴尬瞬间 并不仅限于运动赛场 我们在生活中 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挫折与困难 无论是工作上的挑战 还是人际关系的曲折 我们都需要学习坚韧精神 面对困难并勇往直前 这些美女运动员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正确的态度 她们没有被困境压倒 相反的 她们以积极的心态克服了尴尬 从中汲取了力量和智慧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个走光瞬间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或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